8月10日 香港警方採取行動 拘捕異傳媒創辦人黎智英 前香港中日成員周庭等10人 部分人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 當日晚間 香港警務處國家安全處高級警司令桂華 回見傳媒時表示 警方當日拘捕九男一女 年齡在23至72歲之間 其中5名男性和一名女性 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中 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 危害國家安全罪 我們國家安全罪在教組的時候 去調查一個團伯 他們的目的是用一些宣傳 和一些很積極的參與 要求外國或者一些國際組織 制裁香港或者封鎖香港 在我們的調查中 我們發現有兩男一女 在香港是負責運行這個組織 也經過我們的深入調查 我們發現到有一群的人 大約屬於一個傳媒的高層 利用了一個外國的戶口 在財政上支持這個團伙 而最重要的就是 我上述說這個團伯 在我們國安法成立了之後 立了法之後 仍然是繼續很積極地去運作 我們在這個事情裡面 一共是抓了五名男子 和一名女子 警方敘述 兩名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的 被捕男性 以及另外四名被捕男性 涉嫌串謀詐騙 他們軍事傳媒高層 涉嫌以欺詐手段 低價使用廠房 當天早上 警方在離職 因為與何文田家道裡 到了獄所將其拘捕 隨後與百名軍裝警員 抵達一傳媒大樓 展開搜查行動 檢獲的25項證物 目前已送往警署進行調查 香港警方沒有透露 被捕犯罪嫌疑人的身份 香港媒體報導稱 除黎晶英和周庭外 被捕人曬包括黎晶英的兩個兒子 黎健恩和黎耀恩 四名一傳媒高層 以及前學民思潮成員李宗澤 香港故事成員李宇萱